以大提老师身后故事为主题的 《那个寂寞的阳光午后》电影纪录片 于2018年开始在各地举办巡回影展 感恩节的前夕特别回到了初心发源地辅仁大学 举办一路初心 We are We Care All Life感恩活动 还特别请到纪录片当中的导演片中的主角 跟大家分享拍摄心得 带您一起来看看 跟台湾医疗业65年的有幸医疗集团 在2013年赞助陈志涵导演拍摄 以大提老师身后故事为主题的 《那个寂寞的阳光午后》电影纪录片 2018年开始各地举办 《由你为伴幸福营展》 感恩节前夕特别回到初心发源地辅仁大学举办 一路初心 We are All Life感恩活动 希望这场活动会带到他们 在工作或在生活的态度 在生活的态度 因此他们可以跟UHT一起 伴随着我们的心情 在生活的态度 由您为伴幸福营展 今年是第二年的举办 我们扩大校园内的巡回活动 这两年来走进了14所校园 触及超过3000多位的学子 以即将进入医疗界的孩子为目标 让孩子们在进入医疗职场前 先了解生死的议题 那这个片子大概就是可以用在 从大一到大四的学习都会用到 所以大概就是我们在这方面 整个福大医学院很高兴有这个机会 跟游戏一起合作 该纪录片现在也成为了福大医学院 授课传递生命教育的重要素材 今天的感恩活动 还特别请到该纪录片导演 片中的主角回到福大 我觉得这个片子最好就是说 它可以改变我们国人的一些 观念路途为爱的观念 还有就是医疗资源的浪费 同样自己也签下大体捐赠同意书的林慧宗 片中的他看着阴癌离世的老婆 成为大体老师不舍又难过 但他仍坚持老婆的遗愿 让身体贡献于社会 而福大参与纪录片的拍摄 就是希望同学了解家属的心情 行医之路不忘初行 现在的医病关系是比较紧张的 所以我希望是透过这个纪录片的拍摄 那学生们以后在临床上 遇到一些比较情绪上面困扰的事件的时候 让他们可以回想说 他们在成为一个医生的过程中 是受到很多人的帮助 该纪录片除了希望让学生了解 生命的意义之外 更希望这些医学院的同学 往后能够传递医疗 以人为本的温度找回一路出行 以上新闻记者林郑杰新庄采访报导